Denis Denis 好 自動節 我們在登山叫做義大利半扣 我們會這樣子翻過來 這就叫自動節 但是這樣子看 大家比較難看得出來 他的樣子 我們用滴字環來示範一下 正常義大利半扣 它會跟滴字環去做一個搭配 所以正式繩頭 後面繩尾拉起來之後 往回繞過來 那你的低字環 就這樣掛 然後當 暢下拉緊的時候 它就變成 變成一個叫 這就是自動節 我們一般會把低字環扣在我們的 標帶或是座帶上面 所以往下拉的時候 它會繩子互相摩擦 產生阻力 緊急的時候下降 要用的就是自動節 那我們教各位打手勢的打法 握著一端繩子 然後往下翻 往回抓 然後把你的低扣扣上來 上下拉緊 這就是 就是自動節 也稱義大利班克 走